猪神战,今天我们的职业是少把星 可以给其他玩家传递厄运 阻止他使用一次技能 相当于起床人的空包弹 开局我们来到医务室做任务 等一下看看会不会有隐蔽者开启小黑人 扎堆去管理室打卡还是太危险了 给杨大厦人传递一个厄运 防止他内鬼要刀我 坏了果然小黑人了 躲在角落里吧 他应该刀不了我 这怎么又来一个人了 希望不是内鬼 好,时间之主回溯时间了 这波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被刀了 内鬼应该长长记性 小黑人的时候搞破坏 这样时间之主在破坏期间 就无法使用技能了 消耗破坏以后 十秒都过去了对吧 再回处时间也复活不了了 尘埃说太医刀他了 若随让投票给谢谢 太医说尘埃刀的他 那就是尘埃太医和谢谢 一个一个出吧 他们说先出尘埃 好,投票给尘埃 看一下他是什么职业 第一波小黑人可以骗一下 时间之主的主动技能 他交掉以后就没了 下次小黑人再刀就简单多了 这波内鬼恐怕非常的不好打 尘埃是骗术师 还剩一个内鬼了 这史蒂夫的鸡腿在这旁边呀 看有没有人救他 好,天黑了 感觉内鬼又要下手了 我们的技能好了 可以给谢谢一个厄运 让他不能刀人 然后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可以躲起来等他们拍灯 有人直接报告了史蒂夫了 明欧哈被刀了是吧 就是说他的警长 杨戴山说信道者在救人 明欧哈是信道者吗 到我说我们来到一屋四的时候 他在角落里看到我们的角了 然后马上绕了圈跑了 这就离谱呀 我完全没有看到他 就是说我们给他技能了 他警长准备刀谢谢的 谢谢说找到就多刀一个了 警长说灯火要刀太医 那么投摆给谢谢吧 看一下他是什么职业 原来是个便捷者 应该是招募爪牙了 好吧 这轮我们就躲起来吧 警长要执法太医 看一下结果就行了 太医还真是坏的 要盘爪牙了 开始报身份 纠说他要执法曹先生 曹先生说是追踪者 杨戴山是什么 他是预言家 言明是什么 内联者 纠觉得可能是叨叨 他让叨叨投降 叨叨说你会后悔的 行了 变叠者盘职业应该是盘不出来的 很多职业都没有自证 先让预言家验一下吧 还是有一个内鬼啊 太医是爪牙还是中立啊 等预言家验完以后再说吧 我觉得有可能太医是个爪牙 还剩一个内鬼了 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好人啊 没有必要用警长去验 这波警长不应该出刀了 先给他一个恶 愿意让他先别刀 他好像有刀侵死啊 好 天黑了 看一下定位地图 警长在我们旁边蹦打呀 他应该发现自己出不了刀了 现在我们三个再报团下去 找一找有没有鸡腿 好 杨大三人拍灯了 他应该验出身份了 他说刀刀是好人 是实境之主 就说他刚要去刀侵死 他觉得侵死不是好的 刀我让警长验一个也行 反正就一个红狼了 我觉得吧 最后一个狼应该是个链子 互报的职业 只要你敢刀呢 你就报毙了 听起说他是法医 他说刀名气的是隐蔽者 落水说他是好链子 自己是告密者 他的链子是刀我 职业是猎人 刀刀让警长去刀黑色 黑色是曹先生是吧 这次我们再给警长一个厄运 让他出不了刀 如果他追的是真内鬼呢 内鬼应该害怕 应该会反杀的 如果追的是船员 他出不了刀 也保住了自己的命 好 天黑了 我们去修灯吧 灯位看内鬼会不会上钩 把警长反杀了 谎称自己被警长给刀了 好 曹先生他来了 让他来修吧 我们靠命站 修了这么久啊 给他个厄运 这下就不怕了 好 终于有人没了 这次警长没了吗 警长果然被刀了 我们看阎明怎么说吧 他说刀他干什么 果然会趁警长执法啊 那就出阎明吧 我们给警长厄运了 他不可能执法的 肯定是阎明反杀的 故意钓鱼的内鬼 阎明投降了 他说开局两个队就白给了 出了吧 这下应该赢了吧 阎明居然是个隐蔽者 最后居然没有用小黑人的技能呀 但是还是没有结束 看来还是有爪牙的 那就直接拍灯吧 盆吧 那就直说了 我怀疑猎人是爪牙 链着是被招募了 刀刀说出刀我 链着就扛推吧 反正一个一个出 我们的任务都没有做 任务胜利那就算了吧 如果链着是好 链着下个 要么出青史 要么出朝鲜上 肯定有一个是爪牙了 好 看来应该是不用了 刀我果然是爪牙呀 这下应该是真的赢了 这下应该是爪牙呀